我們先來看看這個虛擬攝影棚的部分怎麼樣來做安裝和設定 安裝應該大家比較沒有什麼太大問題 比較沒有太大問題 我們從這邊執行之後 剛剛已經有老師裝起來了 你就知道預設紙就可以了 所以剛剛老師在這邊有沒有 還有這位老師已經把剛剛的圖片刪掉了 沒有關係 反正我們在這邊裝起來 那預設安裝起來應該就是中文 如果說呢 老師大家安裝起來之後 不是中文的 您可以進去稍微設定一下 我利用這邊才在安裝 我往下走 往這邊 順便補充一下 老師 其實啊 還有一種方法 是連這個欄目都省下來 這個是我在那個 台南藝術大學 你現在這個 現場 事實上是畫面是像這樣 就是我這裡是不是有個影片 有沒有 有一個鏡頭 可是呢 實際投影出來之後 有沒有就去背了 這個是羅技這台網路攝影機 就是我剛講比較頂級那一台 它有一個 另外一個叫做 它有搭配一個這個東西叫 ChoromaCam的那個免費軟體 就是它搭配這家公司 你買了這個 攝影機之後 它搭配這個 也可以連 虛擬攝影棚的那種 欄目或綠目都不用 只要你的背景 比如說是比較白 或是就是比較純色的 那這樣它就可以 達到自動去背的效果 可是它就是說有特定條件 就是有特定條件 比如說你的顏色啊 要比較一致啊 像我在那一天 他們現場那個 因為白板比較大 所以我投影出去之後 後面是比較乾淨的 乾淨的 所以直接去掉之後 這樣效果就很好 可是 像我在一般教室 我們一般的那個 電腦教室 效果就不好 所以這個 有特定條件 但是如果老師想要試看看 其實也可以 這樣是連那個 藍幕都不用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如果萬一老師安裝完了 它沒有 沒有顯示中文語系的話 您就從這個地方 左上角 File裡面的Setting 就直接進去之後 選擇 待會進去選擇正體中文 但是要重新啟動 啟動這個軟體 這樣就可以 你往下走 有沒有看到這邊 就有一個 語言就有正體中文 所以如果萬一 老師您進去之後 沒有的話 那我們現在目前最新版本是 19.02 OK 看起來應該裝起來就中文了 所以應該沒有太大問題 好 有沒有 那要不要用自動的 這個沒有關係 我們就先這樣 所以剛剛老師 其實您裝起來之後 執行完 是不是就這樣黑黑的 這個其實就好像 您本身現在就是一個主播了 就是一個導播 那我們裝完之後呢 現在設定完了 首先請老師順便來下載一下 我們會用到的素材 當然如果老師 你有簡報檔啊 或者你有喜歡的 你也可以自己下載 從這邊 您看我們這個 OB Studio這裡面 第三個 有沒有一個相關的練習素材 就是我有準備 比如說一些背景啊 還是那個講台啊 方便老師直接使用 您點進去之後呢 有 這會放在我的那個雲端硬碟上 所以您點進去 您可以看你要哪一個 因為應該都可以即時看到 有沒有 我有準備一些講台 還有一些背景 還有一些背景 所以如果您要哪一張 你就點下去 去把它下載下來就好 這樣OK嗎 這個應該都還好 就是我有準備幾張 方便大家練習的 這個我有做一點點倒影 幫他加一點倒影 有沒有 這樣大家合上去的時候 比較漂亮 比較漂亮一些 所以您可以先 稍微進到我們這邊 來試看看 從這邊 OB Studio這邊 第三個 好 點進去之後 就會點到我的雲端硬碟上